OK 在了解的NetBIOS 这个协定之后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 谈到Origins of Samba Samba这个软体 它的原始的状态 是什么 而且它是个自由软体 Samba支援的协定 以前叫做Server Message Block 现在经过修改 或是更 应该说进化之后 叫做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 这种所谓的通用网际网路 档案系统的结构 还是依噪音 最基础于NetBIOS的这种状况 但它的使用的方法 还有它的见解 它的范围 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 等一下再说 原作者叫Andrew 他在92年 在澳洲念大学 大学部的学生 就写了这个软体 那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当时他是做 在UNIS工作站 跟DOS 之间的一个测试 的一个传输 那么Samba 现在有两个DEMON 它的连线时 有两个主要DEMON 第一个DEMON 叫做NMBD 它叫做NetBIOS Message Block DEMON 这个DEMON 主要的目的是在 鉴别决定客户端 是否能够连线到伺服器 它是否允许客户端 连线到伺服器上 它的哪些IP 或是哪些网卡 有支持服务 客户端连线进来时 需不需要进行使用者验证 使用者验证的过程之外 是NMBD在进行登记 或LOG的时候 会放在什么地方 有一些套件在讲 这个档案的目录的时候 没有差别 但是有差别的可能 是这个地方 它叫做LOG底线NMBD 那你要注意 等一下这两个DEMON 都要自行重新启动它 就是它们两个人 各有各的命令稿 各有各的Initial Script 那你在CheckConfig 开机时启动时 要做两次 开启伺服器时 要开两次 然后呢 CheckConfig的时候 要做两次 那当客户端 被NMBD验证完 或是进行名称解析 或是注册做完 之后 它会让你过来到SMBD SMBD主要的目的是 在进行分享目录 以及印表机的分享 而这个地方 又会再验一次 如果你有登记 在它的设定档中 特别跟它说 哪些分享目录 不允许哪些外面的IP进来 它又会查询一次 如果有使用者验证的需求 这边又再验证一次 使用者的身份 除了这样以外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在使用NMBD 跟SMBD的时候 它的很多设定值 是在设定档中 在同时存在的 简单的说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限制一次来源IP位置 也可以在不同的分享目录上 去进行不同分享目录 有不同的来源IP的设定 印表机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印表机 在使用的时候 多半是 Windows印表机 或Windows上的 网络印表机为主 所以你建立 网络上印表机的时候 就是直接使用这种Windows上的印表机来做 那你在了解这样的过程以后 你可以发现 Samba事实上是非常好用 我们看一下Wiki 看哦 在Wiki上面呢 它当时 Samba是许托服务的协议 跟实施的实现 它是在TCPIP之上的NetBIOS SMB SCIFS 它们叫做 Samba SMB协定的加强版本 好 DEC RPC 它也可以做 好 MS RPC 也就是网络方邻 好 那 它也可以当作 Windows Server 也叫做 NetBIOS NAND Server MBNS NT Domain Logon Secure Account Manager SAM的Database 这是Windows上面的SAM数据库 Database 就是SAM Database 就是Secure Account Manager 它们的名 它们的使用者帐号密码的管理部分 Local Security Authority LSA NT-Style Logon 的 列印服务 还有 NT-LM NT-LM 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也就是你在Windows 7 跟Windows XP上面 使用 网络上面的印表机 跟档案服务的时候 Windows 7 就已经预设 设为NT-LM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Curbo 协定 跟 以及LDAP的用户验证 包含 在第三版上面 它们使用 AD Logon 的服务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上版3 3.X 现在最新版 是3.6 你看 这边 好 最新的稳定版是3.6.9 它们已经可以作为 网络方林的成员 网络方林的老大 也就是刚刚的Local Master Win-S Server 或Win-S Logon Server 也就是做使用者验证 以及 它可以担任 NT NT Domain的Controller 也就是所谓的 你们公司如果有NT伺服器 使用者要登入NT之后 才能够进行 网络上的资源分享 那Samba也可以担任 这个伺服器的任务 而Samba的3.6.9 它的重点 就是这些3.X的 多长版本 现在它可以支援Windows 7 的档案 档案之间的共享之外 Windows 7用户 也可以成功的进入到Samba 的服务里面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加入 Windows的AD Domain 也就是3.X的版本 也已经可以让Linus 进入Windows的AD Domain 当作成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再看右上角 你看 也就是Samba 4.0.0 的RC6 它现在可以下载 我们非常兴奋的 或者是我们非常高兴的 能够看到Samba 4 还有一些进一步的消息 Samba 4.0.0 我们可以说是引颈期盼 我们等了很多年 希望有Samba 4.0.0出来 如果Samba 4.0.0出来 它将会可以替代 微软的AD伺服器 这是他们的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对于Samba 3.0.0 跟Samba 4.0.0 它在使用上面是有差别的 如果你们公司有需要 找一个AD伺服器的替代品 也许你可以早一点 开始测试Samba 4.0.0的一些使用 Samba 4.0.0在中文的搜寻上面 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在试 也有相当多的结果 经验可以传承 所以基本上使用起来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就是你可能可以拿去测试看 再有问题的话 拿去给社群摸摸看 你可以看到从92年开始 Samba 3.0.0 它提供安全 稳定 以及快速的 档案印表及服务 针对所有客户端 只要你使用SMB 或CIFS协定 比如说你是DOS Windows OS2 甚至Linus 或其他的客户端 你只要使用这种协定 都可以Samba It'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Seamlessly Integrate 它是让你的Linus 或是Unix Seamlessly 所谓的无缝衔接 无缝整合到桌面的协定 把你的桌面整合到AD的环境里面 使用Wind by Demon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软体 在使用的状况 好 首先我在这边看到 我们先用查询的方式 RPM-QA 我们的系统是否有装Samba 现在这个状况可以告诉你 Samba 它装了Wind by Client Samba Client 跟Samba Common 这三个 第一个 Samba Wind by Client 它帮助你的Samba 三点多少版 可以进入当做AD的一份子 平常的SMB或CIFS 用这个连就可以 所以我们安装好系统之后 预设它会装好的就是Samba 客户端 并不包含Samba的伺服器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YWAM Install Samba 那你当然要先设好安装来源 它装下来就有17Mbps 它只要装这个 装上去就可以 我们去看一下设定档 Utc Samba 在Samba 这里有lmhosts 这就是主机档 smb.config 然后 smbSamba的user 这是之前留下来 这可以丢掉 好 这是那个RPM 清除的那个过程 smb user rpm 这可以丢掉 那 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先观察一下 上把的主设定 上把的主设定 分成几个部分 看一下 smb.config 这上面有几个重要的议题 等一下我们在实际制作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S1 Linux 的Note 那我看到很多的视频 在讲这部分的时候 它是缺的 它直接要求 来访的用户直接把S1 Linux 关闭 这当然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尊重S1 Linux 而且S1 Linux 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们要学习配合 跟S1 Linux之间 去做 让S1 Linux 在强制的模式下 能够对档案进行 分享 所以你这都要做 首先 如果你要分 你要使用 系统中的 User Add Group Add的指令 去进行 Samba Domain Controller 等于就是你的 这个Samba用户的增加 或减少的话 增加的话 群组增加的话 请你要把它打开 这个我们现在 在平常上课的范围 不会提到这个 If you want to share Home Directory 你要把Home目录 加目录分享出来 透过Samba的话 你可以执行这个Policy Policy 等一下我们再说 现在先不用 先不用做这件事 If you create a new directory 如果你建立一个新目录 这一项目叫做这件事 建立一个新目录 你要去share 你要分享出去 You should mark it as Samba share type 记得 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有做 事情就会很简单 你没有做的话 就很倒霉 所以大家 在还没有学会使用SEDNS之前 所有的网路上的文件 都要求你把SEDNS拿掉 杀掉 或者是关掉 事实上不需要这样 我们只要记得这一点 Samba share type 然后呢 再来下面 If you need to share assistant created directory 如果你需要去分享一个系统建立的目录 You can use one of the following 如果你希望只能唯独分享出去 你就把这个Policy设为on Samba export all read only 也就是Samba所有汇出的都唯独 或者你希望可以上传 就Samba export all RW 上传 那 当我们如果有把所有分享的目录 都标记成这个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标这个 如果你很粗的 很粗糙的 不标这个 你希望Samba 就像没有SEDNS一样 直接可以分享给所有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直接标这个 标这个的结果就是Samba 可以去读写任何目录 不会受到任何SEDNS读写的限制 甚至包含加目录的部分 所以我们准备要把这个东西分开来做 所以我并没有急着要把它一次做完 我希望让你了解到它的效用 它的效用 跟它们的效用 可以吗 所以 你先不用急 我们在第一次开始制作时 我们SEDNS的一些操作都不多 只是我要先提醒你 你看设定档在这里 设定档分成两大部分 Global setting 整体设定 这边跟网络有关 跟工作群组 跟NetBIOS有关的设定群组等等 都来自于谁 都来自于NNBD 都是因为NNBD 所以Global部分是NNBD在读的 相对回来 我往下拉 Global部分之外 下面的分享 加目录啦 印表基啦 都属于 SMBD在读的 可以吗 所以这里一部分 这里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这两个你都可以需要注意一下 它刚好一个设定档 上半部是它 下半部是它 所以我们刚刚所做的软体配置 就包含这个 但是请你记得 我们上半三 已经不只是用137 138 139了 还包含445 所以我们的防火墙的指定 也会在这边先做 在操作的过程先做 那我们这一段先到这边